美国华人台美人的死活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从孙中山是非法移民 祖国美国的华人支持美国消灭中国谈起 孙文1894年在谭香山创建新中会提出 驱除达鲁恢复中华 抑郁推翻满清 但当年的孙文其实是未造在夏威夷的出生证明 以取得美国护照 就是现在美国最厌恶的华人非法移民 而且还心怀中国 对照满口祖国美国的华人移民 乃至台美人移民 孙文绝对不会希望美国把中国人种族灭绝 或怂恿中国出兵俄罗斯 这是孙文这类非法移民 与美国的华人乃至台美人合法移民根本的不同 根据多方考据集中时已故记者附建中的文章 孙文也就是两岸所称的孙中山 于1904年在夏威夷 以当地出生的理由请领美国护照 不过孙中山 无法出示出生证明 而两位夏威夷友人以身试书 的方式证明他确实在夏威夷出生 只是出生年约日是1870年11月24日 由于1908年11月孙中山访问先罗 泰国对乔舍鼓吹革命引起蜻蜓抗议 最后导致国务院花几个月研究孙中山案子 在19093月11日国务卿卢特 Elliho wrote 通知金公使 Minister Hamilton King 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请领美国护照 理由是美国公民享有权利 但也有责任和义务 他 子孙 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 反而是权利投入中国的政治 有有胜者 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 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 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被取消 美国护照被吊销 对赵现在经常支持川普对付非法移民的华人移民 与台美人移民 或是支持Harris的台美人 这些合法的移民对非法移民非常看不顺眼 也极度厌恶走线到美国的中国籍偷渡客 更无论非法移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华人移民与台美人移民 更还经常怪中国 或这些走线偷渡客 败坏亚裔华裔台美人的名声 在国族认同上 我也经常看到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华人移民 强调自己祖国美国 甚至以从军美军为荣 观察美军从二战到如今的作战方式 美军对于屠杀平民从不手软 并且声称是collateral damage 包括越战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平民死伤 美军从未被战争最追究 在以色列威胁加萨平民 在自行推翻哈马斯后 就可以免于被以色列军事攻击 也就是国际上认知的种族灭绝后 我们可以发现 与以色列唱双簧的美国 显然就是种族灭绝共犯 换句话说 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 我们可以百分百地预测 美军绝对会以中国平民为目标 这些加入美军的华裔 或台美人杀起中国人 也绝对不会手软 另一方面 台湾人移民对于中国的仇恨 也是日益炙热 我提过 台美人在世界日报的社论 甚至鼓励中国进攻俄罗斯 以缓解俄乌战争 这些台美人或那些华裔 显然并不在意美国对中国的敌意 完全只在意自己在美国的处境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两则新闻 一则是中平社 美国华人高度担忧美中关系恶化 带来负面影响 另一个是2024年11月3日 世界日报社论 不当衙役 踊跃投票 华人 守我其谁 里面皆提到美国华裔精英组织 百人会和美国最大的独立社会研究机构之一 芝加哥大学NORC 10月31日公布了美籍华人现状研究的完整报告 特别是总体结论包括 美国华人对美中关系高度关注 尤其是美中关系会影响到其他美国人 如何对待华人 事实上 美国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经常面临歧视 所以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不管是台美人或美国的华裔移民 经常指责中国该如何配合美国政策 诸如应该支持以色列 协助美国避免在红海遭受攻击 否则就不是负责任的大国云云 并且还与西方媒体共同带上阴间如井 极度仇恨中国的一切 甚至支持美国以战火消灭中国 要知道美军作战目标一直都包括杀害大量平民 华裔或台美人连不支持战争的态度都懒得表现 这些祖国美国的华裔或台美人终究是美国人 愚蠢的一厢情愿认为他们对中国或台湾有一丝情分 那也太天真了 就像我也提过的 FOPPA会长吴明基曾鼓吹台湾出兵伊拉克 他表示自己是美国人 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 与台湾政府无关 但当时广大的美国人会寄望台湾出兵吗 我们不管台湾是否曾是这些台美人的祖国 但至少不把战火燃烧到自己曾经的家园 或不让自己曾经家园的子弟战死 这些台美人都做不到 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非法移民孙中山在世界各地呼吁华侨支持他的革命事业 也获得广大支持 因此孙中山说出了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感念 但现在已经不是百年前那种华人非法移民 寄人篱下的惨状 现在的合法华人与台美人移民 对孙中山之类的非法移民可痛恨了 当然更不可能支持其所谓的事业了 所以呢 如果是以前的时代 许多国家排华而对当地华人杀害 剥夺财产 中国政府一向做不了什么 如今则是由于移民华人 还与中国国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排华将会导致中国政府的不满 甚至抗议 现在美国那些华裔或台美人 竟然如此仇视中国或希望中国崩溃 就算华人或台美人之类的亚裔在美国可能因为美中关系完蛋而受牵连 那又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本文的看法是 中国还是必须对美国社会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与仇恨 表达态度 因为这是美国社会明目张胆侵害人权的劣性 根据上述研究指出 61%的受访者表示 美国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国和美中关系时 使用的言辞对陌生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 1%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与熟人和同事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 68%的美国华人平均每月面临至少一种形式的歧视 85%的人认为这种歧视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民族、口音或名字 54%的美国华人经常经历为小冒犯 比如人们认为他们不是来自美国 但许多人平均每月也会受到口头侮辱 27%或身体威胁或骚扰 21% 50%的人表示 在受访前的30天里感到绝望 43%的人表示感到沮丧 39%的人表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在那些经常遭受种族歧视的年轻人、女性和华裔美国人中 这种与心理健康的斗争尤其明显 这也就是说美国社会对待华裔的态度 可能已经使其思想与心态产生扭曲 至少中国看待美国华人的处境时 应该站在人权的角度去看待 至于美国华裔与台美人 又该如何既往中国呢? 如前所述 这些敌视非法移民仇恨中国的华裔与台美人 显然也没有支持孙中山或华侨 为革命之母的情怀了 当然 这些移民极其后代 关心自己其实还更重要 所以 华裔与台美人该做的是 效法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 为自己的权利向美国社会抗争 我经常可以看到华裔与台美人 也极度歧视非裔美国人 嘲笑BLM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 那难道你们觉得被歧视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们以为非裔美国人的民权是天上掉下来的? 当华裔与台美人在美国 因为肤色或语言被歧视 却指责中国时 我只能说 这些移民根本没学会怎么当美国人 美国国粹打官司都不懂 简直就是愧对美国 既然华裔与台美人选择移民美国 当然不只看中钱 而是看中美国的人权价值 与其宣称的政治司法制度 结果这些移民到美国遭受不平等 却不奋其为自己抗争 那你们移民到美国 却不被当成美国人 也是起来有字 因为 只会怨天尤人的你们 骨子里根本一点都不美国人 Black Jacker 024年 11月4日 接着